胡人快船落成得比第三战 最终快船127比116赢下了比赛 由于胡人这边詹姆斯没有上场 所以比赛本身悬念不大 半场打完 快船便领先了13分 尽管胡人在下半场打出了不错的进攻 一度将分差追到了2分 但快船这边多核心阵容 始终有人能够站出来予以回应 最终稳稳压制胡人赢下了比赛 本场比赛 快船三巨头极尽高效 哈登17投8中 轻松砍下23分210助攻 而伦纳德更是离谱 没了詹姆斯的禁锢 比赛之中一度8投8中 最终全场打完15投11中 砍下25分1010助攻 这是他整个职业生涯 第二次拿到三双 看来与哈登做对应 伦纳德的传球也获得了极大的进步 登卡双星散耀 乔治反而显得平平无奇了 但是依上今天的乔治 效率也是高的离谱 全场12投8中 真实命中率超过了70% 在三巨头的带领之下 快船的角色球员也是人人奋勇 威少 科飞 特伦斯曼 鲍威尔 人人吃饺子 四大角色球员合计 三四六投23中 砍下了整整57分 命中率是离谱的63.9% 尤其是鲍威尔多次关键时刻 僧出水拉和小李 胡人每次破金比分都被鲍威尔强硬回击 于是整场打下来快船的整体命中率达到了恐怖的60% 三分球27投14中 命中率51.9% 跟他们投来训练差不多 这场比赛过后 我想问问 还有哪个球门说詹姆斯没有防守 老詹债与不债 胡人的防守水平可以说 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他的经验 他的预判 他的协防 处处都能帮助到胡人 但忙牛子只会结一张他掐腰的图 来自我麻痹 真正没有防守的人是谁 这个真正的球迷都懂 还有笑哈登没有防守的人 也纯粹是不看比赛 今天篮下明场面 范德彪持球强攻 两次被哈登切下来 最后一下直接切到德彪身上出界 这就是哈登恐怖的防守实力 这球要是换成库里 场面简直不敢想 如果他敢待在篮下不躲开 德彪跳起来就是一个格扣 点歌人人都会 这个应该是公认的吧 最后哈登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也是对着中国球迷一顿感谢 因为大洋彼岸 懂球的人最多 这个人都会发现对于是